在我們做廚師界 宵夜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因為我們的收工時間比較晚 其實我覺得宵夜最重要的不是 我自己叫了什麼菜 而是哪個腳跟我一起吃 就是哪個朋友跟我一起吃 我才覺得是最好的 我們平時宵夜起碼10點後 宵夜其實是我們這行的 happy hour 主要是跟我們的同行打交道 聯誼 有時會跟自己的伙計 其實在那個時間就可以聊天 為什麼這麼多行家來光顧呢 因為它是適合我們廚師的口味水準 炸排骨、村菜魚、燒乳甲、 水煮牛肉 很多都是適合我們廚師口味 很多行類的總廚、大廚 每個都是我們的常客 每個人都喜歡吃我自己的菜 龍蝦煎賣最有信心 因為龍蝦容易煮 口功夫都是講過的米帶 煎的時候要薄 以及控制火爐是很重要的 這間餐廳沒有人熟得過 有開檔我已經光顧了 因為這段時間我帶了很多廚師來 跟老闆也很熟 基本上我們坐在那裡 老闆也知道我們吃 我們不用點菜 這些是新鮮的 新鮮的東西是漂亮的 最重要是新鮮的 好像米芝田所說的 第一的教條就是用新鮮的東西 夠膽下味 變成吃濃味的那些是對的 不是鹹的 因為我們做廚師的味道 所以吃東西很多時候都是 吃一下你的口味就會濃了 所以酒逢知幾千杯少 吃東西都是其次 氣氛沒有所謂的 你整群傻瓜就什麼都氣氛了 我們不會專家上身的 最重要是 如果見到好的東西 做得好的 我們真的會欣賞 又會叫師傅出來 這些東西今天很棒 現在我知道他拿了米芝蓮的推介 大家都很高興 不過有些不高興很難訂位 我訂三位來大食會宵夜 耍點半來 都要一個月前訂 希望他能夠給我位置 我不要那麼迫 我們餐廳叫聚興家 聚會 興高興家 一家人聚在一起 可以深深慶祝一下 就是這個意思 與旦 жел意 玩具 嘗嘗 possessions 絵